同學們一個接一個走上台 接受副市長為他們頒發的證書 新北市舉辦永續未來學院 培訓大專院校的學生 透過三天的課程與參訪體驗 激盪他們對未來的想像 以及如何實現 從知識性的學習到體驗課程 到所有的實踐工作 知情意行讓他知情合一 所以這次非常謝謝我們有30位的 所謂的大學生一起來參與 那也謝謝我們幾位前面幾屆的 這個工作同仁成為輔導員 一起回來帶著他們一起成長 現階段裡面可以有代表性 他不僅瞭解環保是什麼 而且還可以帶頭做 還有一個往下扎根 這大概是我們環保目前環境教育裡面 推動很重要的一環 參訪巴黎垃圾焚化場 新北市資源循環教育基地 也實際到三峽河近溪 用實際的行動來落實環境永續 我原本一開始是覺得說 好 我們要做永續 我們應該要讓大家知道 然後我們要多去推廣 但是副市長比較是說 好 我們先從行動做起 我們就直接take action 這樣子的一個推動 其實無非是希望讓全世界知道 我們在台灣在中華民國推動 我們的永續發展裡面 城市的交流 我們會把我們的作為 拿來跟世界各國共同分享 讓我們的所有環保議題 不僅在地實踐 還可以跟全球來做接軌 曾經是新北環保小局長的同學 王心妍 很高興的跟當時是環保局長的 劉荷然一起合影 希望愛護環境 追求永續發展的種子 能藉由活動一步步傳承下去 記者有保證王舒明新北報導